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王老师当时是您在现场 对 我在现场 估计您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 所以还是请您给大家讲一下 是是是 这个朱钢杯第一届世界围棋团体 团体赛是一个话题非常多的比赛 那么在此之前呢 可能我们的棋友也应该有些印象 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棋局呢 必须还是要给大家做一点点 一点点汇报啊 它就是什么呢 进入半决赛的时候 每一支队伍它是团体赛 就是三对三 是的 三对三 那么进入决赛之后呢 就变成三个人合下一盘棋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没错 因此这个半决赛它就变得 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也都知道 朱钢杯这个首届世界围棋团体赛 它的冠军奖金是200万元人民币 是最高的一个奖金 这么高啊 对 那么你进入 如果你能够进入决赛 那你就坐而望一了 所以它这个区别是很大 大凡这种单淘汰的比赛 有些时候我们都调侃嘛 它的半决赛往往比决赛分量还要重 那么今天这个半决赛呢 恰恰是两支中国队伍相对 那么一个是中国的总支队 一个是中国的外卡队 所谓总支队呢就是非常年轻的棋手 对 由周瑞阳 石岳 陈耀夜三个顶尖高手组成 对 那么外卡队呢就是老一辈的世界冠军队伍 对 由长浩还有孔杰 古力三个人组成 其实所谓老一辈也很年轻 古力也是当打之年 是的 那么这个团体赛呢就是三对三 所以今天呢我们选择的一盘呢 就是长浩和周瑞阳的棋 这个棋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广大的棋友介绍一下 就他们长浩和周瑞阳 能够在这个场合碰上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 你平常在国家队里要下棋是可以随时下的 但那个分量不一样 投入不一样 对 那不是正式比赛 对 你哪怕在维甲联赛的这个赛场上也可以碰面 但那个力量还是不同 这次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肯定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棋局 对 因为这个比赛呢确实话题很多 我们也由于时间关系 还要给大家介绍棋局 是是是 也来不及给大家说清楚了 我们进入棋局吧 一边看棋一边聊 很好 那么黑棋呢是长浩九段 是的 长浩九段的棋现在也是久违了 很久没看到了 对 白棋周瑞阳两个小木 黑棋挂 挂这个 很快下出了当今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流行的一种套路 一间地夹 黑棋拖 拖 然后它拆 这些都很流行 然后看起来 然后长浩到左下角挂 它这个定式呢没有再继续了 就选择在另外一个地方先 先试一下 白棋在左下角你是怎么应付的 然后我再决定 左上角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下方 是的 它这个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现代棋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什么呢 经常都是撒豆成冰 放一个棋子在这就不管了 对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形如果多了之后 盘上必然是天下大乱 因为你走完就不走了 它变化当然就多了 这一点呢确实跟过去的围棋是不一样的 是的 好 我们接着看 白棋还是用了一件地夹 这两边呢 似乎刚开始这两部棋是一样的 然后黑棋拖 对 这是现在他们年轻人喜欢的一种东西 变化很多 那么白棋周瑞阳是简单单了 他变招了 没有像上面一样 同样选择了一个拆 然后再拆出去 黑棋非正 这个是大概十 接近十五年前左右的 一个比较流行的下方 是的 白棋下一招 也是当时叫做寄金四座的一招 就是发战 直接朝天上顶 顶这个 单顶一下 对 这是当时的一个下方 王老师 我不知道他们在 在这一代的选择 是不是要考虑先后手问题 因为上面这一手棋还是挺大 对 这是一个因素 此外局部也是一个 你比如说它这个顶 它就是防你这个顶 因为它飞正 如果你简简单单一飞 它就直接给你点了 对 点的话 这个则真掉了 它具体变化就这个 然后可以往上尝 很快速地给大家摆一摆最基本的东西 对 对 一路斑 对 就这样 是的 就下成这样 大致上要拆一个吧 大致上吧 大致上 这是曾经流行的一个下方 好坏双方都可以 是吧 那么白旗它这个之所以要抬杠顶住 它就是要防你这个 防你这个点 如果你要尝 它当然也许是跳吧 然后你再点它就接上了 不一样变化 对 你再贴它给你几段了 主要是这个 这个在当时啊 刚刚诞生的时候 这个变化也是觉得挺幽默的 这个变化也挺幽默的 黑旗有这么打的 对 然后白旗 这个是不是得接上 接上 黑旗有搬这个 对 搬这个它再吃掉一个 然后再吃这个 对 然后从外面打了虎 对 黑旗打了虎 也有一路漏打的 但更多的是这样 对 一般是比较普通是这个样子 这里残留有一个火角 也一个火角 或者是一块死旗 角度不一样 结论 说法不一样 一盘旗是吧 只不过白旗这个刀霸舞 那还是比较幽默 有点 看起来这个形状不太舒服是吧 对 不舒展 行 给大家说到这儿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很快 长号九段就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下法 对 我是很赞成长号九段这样下的 他就直接扳脚了 这盘棋以及这次比赛给我们带来了好多 就围棋界啊 在技艺方面带来了好多话题啊 因为这次参加比赛的很多世界级的大腕都来了 而且大家同胎记忆很愉快的啊 就是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像周瑞扬 以周瑞扬为代表吧 十月啊 还有更小的米玉婷他们 没错 他们战斗力强 计算能力很强 就是瞬间计算能力很强 这个但是这个围棋盘上还有好些别的东西 这个我们待会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就是说这个棋呢 你比方以这盘棋为例吧 我看完了这种小球 因为这个已经是之前好几天发生的事情 广大棋友也看过了 是的 我就发现这盘棋长号迎棋的路径啊 有千条 通往罗马的大道 有一千条 非常多 那么这个事情 但是最后周瑞扬非常漂亮的迎嘛 但是这个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对于年轻的少年高手世界冠军来说啊 就他们如果愿意的话 继续努力 这个是有不少的空间的 如果你顾不自风 认为只要骑一走乱 我就能够赢 你就很满足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态度 但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琢磨 没错 我觉得他们至少在前半盘吧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 就之前米玉廷跟古丽下的棋 也是那种感觉 就是基本上前半盘还是被古丽压制的比较多 对 他等于小秋 我觉得我们议论这些话题的是 一定要掌握好这个火候 因为年轻人 你也不能捧杀他 但是你也不能就对他百番挑剔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们 大家都是共同努力 将来为这些广大的围棋号手 贡献更好的围棋作品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就值得探讨了 没错 是这样 看齐吧 那么长号就非常简单 搬了一个 搬一个 白棋搬这个 周瑞阳这个当然就必须搬了 因为他就是如果你要接的话 他就退了 退回来 对 然后你走完那边 他逼住这个了 对 他就以公为手 这个和这个 两边必得其一 对 黑棋 因此他当然是 他当然是 他当然是搬 搬 搬到长号 当然就把这个吃掉 点进去 在这 好 但是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呢 看起来是在底下先损点实地 但是他要求抢一个先手 在左上角赶紧抢到一步棋 对 因为搬在这 这个定时没下完 那这黑棋下一半就搬那了 嗯 这个棋 但是小秋 我们回过头来看左下角 是白棋二打一 最终的结果是黑棋把脚掏了 活得很舒服 这木很大 对 而且呢 还有一些后续手段 这后续手段是怎么的 其实下一招就可以下这个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两招都可以 就以最朴实的这招来说 白棋最漂亮的是压 是吧 黑棋就长 你压我就长 但这底下 你再压我再长 越来越薄了 对 这个子就恨不得将来 你猜到这 人家逼住的时候 你几乎只能是这样 尖 然后我尝一下 你尝 你几乎只能这样去做活 这是一方面 那么它这个可以先手得力 右边可以膨胀 还有啊 左边没完呢 左边它下一步刺你 你是接 还是不接啊 很痛苦 而且回头这个拐头啊 之类的 这个黑棋中央也是辐射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对于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定型吧 我觉得反正还是要继续去研究继续探讨 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棋盘 职业棋盘上的这个潮流呢 就是只要是新棋的 没见过的 年轻人就非常喜欢 但凡是过去有个普遍的 有结论的 他们一看就烦 等于是这种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时尚 但是背后其实也很有味道 是 行我们看啊 接着往下看 这盘棋它内容太多 非常好 当然黑棋搬这个也可以 对 搬大体上也摆一个变化板 因为你如果退就被它白便宜了 在街上 下一步它到这儿来了 因为你这边你必须要走 这个空还是没收好 对 它到这儿去了 你这个 这五个棋子 这个棋子的合力不太好 因此呢 白棋大概会吃这个 接这个 再贴这个 贴这个黑棋就把它切断 你必须挤这个 它就有跳 然后 这会儿你发现你接不上 这个就被断掉了 就被断掉了 这个子如果接不上的话 整个棋形全飘在外面 没意思 没有根 如果这个压不行 那么你只能接 你接它 这个叫眼冒精心 它不走了 它一下给你闷过来 是的 那这个被拍的 简直是太恶心 也不见得好 当然也不见得坏 就是这个意思 给我们广大棋 有介绍一下 那么长浩在这儿呢 先选择一个简明的 接着呢 因为我们知道 长浩九段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棋 虽然很稳 什么特点 它非常喜欢大腾螺 就是把很多棋子的线索 综合在一起 然后东碰西靠 只要有这种机会 它非常上瘾 它不会放过 是吧 对 它喜欢这个 因为你可以说 长浩九段现在 因为它也35岁 之上了 朝外了 对 它76年出生了 它的这个计算力和精力 肯定跟过去不能比了 对 那么它的 在这方面的力量呢 我觉得可以 我们可以直说 长浩九段 这些力量肯定不如这些年轻人 但是它另外一种力量很大 就是大腾螺的力量 就是把周边的棋形啊 它的线索综合起来运用 这方面长浩是非常擅长的 而且呢 这样漂亮的棋局很多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简单说来 黑棋最简单的就是 长班 这个是大局非常好的 对 但是长浩上瘾了 它在上边 靠这个 在这 对 投石问路 是 非常精彩 先要求你看你怎么硬 如果说你肯往回退 那么我这个顶先手 对 它不走 这也以后这块棋就好处理多了 它可能想的是 你走 你一退 它再搬这个 它就可以 不计这边接着下 对 那当然周瑞阳不肯啊 就肯定要拽住 搬 对 下一步扭 扭断 纪律而行 这个地方黑棋的腾螺 是非常好看的 是 我们接着看 白棋 拍吃这个 对 黑棋的翻打起来 翻吃出来 白棋能不肯在这边随便印一个 这样一来的话 很容易被他这个靠的子借用上 然后一会就腾诺成功了 对 所以白棋要反击 冲了之后 翻吃在外面 翻吃在外面 在这 黑棋靠压 靠压 对 下一招棋是周瑞阳九段 年轻九段很难的一招 它屈服了 这招棋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提掉 提这个 对 那么 就不能再理了 左边就不管了 你就搬这个最凶 对 我这个拍吃是不是有点太损了 对 你拍吃太长 对 这个好像有点太损了 这样 先把它 这个全损掉了 有点不肯 是 所以说呢 我这个拍吃有点下不出手 看起来像是好奇的样子 对 实际上你搬它已经动不了了 那我就搬外面 对 搬外面 它是把这个吃掉还是怎么样 假如说这样吧 这样倒是黑棋也还可以 那就吃一下 然后就算了 算了 就算了 可能 这个它可能也不太算 我不是很清楚 我们接着看 由于白棋没有拔掉 后来这个地方的故事太多 所以它就是说呢 什么呢 最初是白棋人多 黑棋来大腾罗 刚才我们说了是长号很擅长的一种技巧 那么最后发现人多的一方还不见得好 这个处理总是不舒服 是的 我们接着看吧 因为这个地方的骑行呢 就是黑棋是很容易找到腾罗的地方 借劲的地方它很容易找出来 所以它先煎 省得你待会拍吃这个或者是打吃这个 是 把你这两个打吃都用 但这一般太难受了 这一般太难受 一退 然后下一步长号把这个也长出来 你看 等于白棋 黑棋顺便进入这一代白棋有潜力的地方 同时白棋二路子总的来看偏多 是吧 在二线的棋子 确实 那你人多力量大 这个就没有体现出来 就是说黑棋的子如果说能走到外面去 而且刚才白棋这不是顶了扳了一个吗 号称是一个后市吧 算是 但是被人家扳了之后 你这个后市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是 白棋往外出 这个下一招棋黑棋下法多 这个断也行 这个断也行很漂亮 断也行 断这个 对 就变成很多 真子好像是有力吧 现在好像被蒸掉了 是吗 是这样 小木 是小木 那就不行 那就不行 如果说在腥味 腥味就可以 那就不行 那这个就我看错了 那就只有干这个 对 接上 接上 然后黑棋就接上 白棋这个也必须要断吃 是吧 黑棋长 白棋在叫吃 黑棋接上 白棋接住 接住 因为上边不能度过 那么黑棋在吃 断的 对 这很精彩 这盘棋有可能值200万元 有可能 所以我们 我觉得很好 平常看不到他们两位 隔着带的高手的 这么投入的切磋 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的对局了 对 确实 他们等于是三对三 这边就是 长浩这边还有拍的搭档 就是古力 还有孔杰 孔杰是对陈耀叶 古力是对十月 是的 如果老同志的这个队伍能够进入决赛的话 大家也很期待 年轻人进入决赛就更好 总之是非常抢眼的 那么他一项长 对 这会周瑞阳打过 这个再不虎 被人家一虎的话 已经受不了 那完了 本来很想再压一个 好像不行 压不着了 压不着了 但是下成这样的小球 我们怎么看也觉得白棋二三路的只多了一点 好像觉得 总的来说还是多了 全部下在底下 是啊 好 黑棋下一招 这个是好手 这个很舒服 一挂 白棋只有这样 还吃 接力 关键这个东西 我觉得长后九段 他下出这种大腾罗的格局之后 他心里可能在想一个这个事情 我估计 就是说你们年轻人力量是很强 但是我不怕你们 对 他可能在想这个 你觉得我就是病猫吗 我得发威给你看看 你看这个是很复杂的棋 那你藏出来 拐出来 先拐 这是必然的女色当中 吃 对 这个吃有故事 这个吃有两种下法 所以刚才我就说了 长浩这盘棋 它可以走的路太多了 所以反过来说 周瑞扬这盘虽然赢了 对 我真的建议他好好总结一下 回去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人家怎么下你都赢不了 当然最后他赢了 就是善于总结的小伙子才能够更快的进步 是的 我建议他总结一下 在黑棋也可以吃这个 吃这个的话 白棋要先接一下吗 不知道 你接它就盖死你 然后我再尝这个 总是盖死你 对 你尝它还可以跳 你说它能跳吗 好像不能跳 这个不能跳 不能跳就补一个 你这个不交换你可以 它也可以 对 我是这个粘有点 对 你这个吃起来很没劲 这几个子 我发现吃的不舒服是吗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那只有飞下去吧 似乎是这样 对 这没关系 将来它漏一个就是了 那吃的挺小的 不就几个子吗 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它这一段很厚转 对 还有它下一步啊 太长的时候你怎么带 你马上要走齐 你走完了 它下一步再走到这儿来 是的 你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我说是一种下法 是吧 由于黑棋这边太厚了 所以这个长就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是 后来长了这个也不错 这个比较我 它吃在这儿 对 那么周瑞阳走这个 白棋挺凶狠的 黑棋飞 靠下去 靠 对 气势汹汹的 看起来有点 这会儿也有一个下法 小球 就是不走了 靠有脱鲜了 黑棋藏这个 单藏这个 就下法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周瑞阳九段 这个肯定要反省 人家的下法太多了 就随便一下都是不亏的 对 如果说人家怎么下都觉得 你这棋不是太好的话 那你肯定是下的有问题 那你肯定什么地方有问题 你看这一段 你就下一步 让白棋走 它怎么走 小球 当你顶住的时候 它再搬出来 因为你最严厉的是这个跳 但它这个地方已经抢先攻击 然后它还粘回去 然后你根本就没吃少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思路 我觉得这个图摆给大家看 主要告诉我们的旗友 看起来好像是 丝丝如扣的 双方在这切磋 一遭一世 有一方是可以脱鲜的 它突然一脱鲜 你一看 你还不知道白棋下一遭下哪好 这挺怪异的 你说你走这个 你说我要吃掉它 吃掉它它就不要了 这不要就完了 你发现你最大棋是坏棋 你应该打入的 聚损 因为攻击误靠 你要攻击它 你怎么靠它去了 是的 就这个黑棋下法多 好 黑棋 实战是这样下的 对 实战的黑棋选择了 很争分相对的 它就是说 你要吃我就不让你吃 它比较稳 排棋底下 黑棋再掺 对 这个白棋总归要补一操 那么下一步 周日洋 它先长 肯定要长 对 在这 但是再下一招呢 这招棋又是引在很多路 小薛我觉得它应该贴这个 贴在这 你反正封不住 贴在这我怎么都是夹不住 你封不住 我走哪也不要 那我就尝吧 你尝我就尖不住 那我边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是 这个差远了 没错 是吧 甚至你走了这些 还是哪一个之后 你反正封不住 我还可以先点这个棋 点着 然后我就长都不长了 这一类的棋 对 四周围的话 看起来总是觉得 黑棋只有一块骨棋 不骨 它一吃一口 按着活了 我说骨棋 黄河老师不钻着 不同意 我这块鞋很厚实 这是一个眼 先手眼 对 所以说这白棋整体 看起来有点健保 确实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呢 长河九段实际上贴的这个 这个好像这个劲儿 但是也可以 有可能是贴里头 有可能 因为它扳 它长 白棋 周瑞阳只有退 这段是激烈的战斗 我估计长河九段 在下的时候 他就在想 这些战斗我就不会 我还很高兴 是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他可能还这样想 行 那么下一招 这是很稳的 跳 黑棋跳了这 对 跳了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白棋这个局面 其实挺难下的 因为人家这个头 不是弯在这了吗 你这还有断点 刚才王老师这个长啊 斑啊都还没来得及 使出来呢 一会还得使出来 那么白棋这棋 接下来要怎么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会来继续欣赏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 首届猪钢杯 世界维棋团体赛 半决赛的对局 由长浩对阵周瑞阳 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到 黑棋在这儿跳了一个 接下来白棋这个棋呢 四处都有点健薄 虽然这里铁有朵花 但不解决问题 它这一块棋呢 是一块枯棋 那么黑棋 把这个头弯出来之后 王老师刚才说 这里有个先手眼 你想攻击我 这块不太现实 那怎么办啊 这个形式当然 毫无疑问是黑棋好 是的 判断形式呢 它其中尽可能要有 数字化的一个依据 就是看木 那么这个木数 我们发现白棋全局 就是这个地方的木 这段木很好算 8 10 12 14 16 18 这个20木还不到 加这一木 21木 没了 没了 然后黑棋这块 已经有10木了 是的 这个地方你说 它有多少 它有一只空角 它是吃着一个子 所以周瑞阳 这个棋的形式 是肯定不行 这黑棋确实 已经好了很多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在这大飞出来了 大飞出来 它这块棋 显然是要先 跑出去 不管怎么说 对 但是后来周瑞阳很给力 对 那么叫吃 可以去断打 跑一个 对 再拍吃 对 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的战斗 双方都是使用了 这个拍吃借劲的手段 是是是 这个是技巧 这个其实在 就是双方在攻防战的时候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算是手筋的下法 对 那么黑棋漏打 对 白棋长 这个棋呢 黑棋就两个下法 长号这个还是 也没有错啊 其实它也可以不要 就提掉就行了 对 是的 然后这样呢 就形成转换 它就提掉 你下一招必须补这个 要不然的话又被下去了 又被下去了 那它黑棋就推这个都行 就差不多封上 左边就不要 这样 当然这个地方白棋比较薄 对 是吧 这你基本上出不来 没错 总的来说这样也是黑棋好 没错 觉得这个下法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掌控局面的 对 我这样下 实战 才好没这么下 他这个接了 这个排杠 就像刚才给大家说的一样 说 你们这个 大家都知道 2013年我们中国六位世界冠军 没错 而且是不同的人 对 六个人都不一样 六个人都不一样 都是很年轻的 长河九段也许在想 这个我当年也是很厉害的 对 而且我当年厉害的时候 都是他一个人男 或是世界冠军 对 所以他也是斗志昂扬 也有可能 因此他这个都要要 他接上 那么周瑞阳 当然这个跑出来正好 叫吃 长 就必须再叫吃 这下的棋很符合 现在的潮流 就是下的非常紧 困土必争 没有一个地方是很轻易弃掉的 是 那么下一步黑棋一踢 压一个 在这 本来这个很大 本来这个地方很大 大概白棋用什么方式补一下 是很大的 比如说在这一带长 对 比方说吧 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 那么可能是觉得 拐阵 就拐阵 那么这个地方的处境比较艰难 没错 其实这个下法呢 黑棋也不用太怎么样 就顺势下去就行了 是 觉得 周瑞阳他干脆就紧追 跳这个 这个看很精彩 他当然希望黑棋把这个打掉 因为打掉这个是木树很损的一个下法 对 所以黑棋不肯打 他先靠这个 先靠 那么白棋当然是斑 黑棋再反斑 这又是腾挪啊 这两个腾挪和我们大家记得 续盘阶段长号九段这个摁柱 寻求借力是如出一辙 他的思路和手法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这个没用 是不是 太吃 接上 没用 他这个是先手 你盖不住他 在这 那么白棋就是阳就退 然后黑棋从这拐打出来 他这个两个子还是念念不忘 要把他杀出来 对 这个也很严厉 并不打算把他吃 弃掉 一手一提 那么这个棋心你必须要倒 是吧 然后黑棋先走 哇 这个是鱼心好手 长号九段这个也不怕 走一个散电的鱼心 好奇 确实 按理说你要搬住 搬这个 对 但是搬这个 现在是不是不行 被一挖 不是挖 他就先打了虎 待会就拐一下就行了 待会拐一下你就受不了 是不是 是的 反正你虎之前先拐也行 对 对 对 挖也可以 挖也可以 总之这段不能挡 他挡不住 他就难受 他自己加下去 是这样 这个棋下到这会儿一看 当然 最显然这个形势白气不行 是的 那么那边呢 因为团体赛三对三嘛 那边呢就是 鼓励跟十月还在熬战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三对三吧 那当然二比一就算赢了 对 赢了就进决赛 是的 而韩国 他的外卡队和总支队也是这种状况 是的 这个棋啊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 他也是总支队和外卡队在争这个决赛权 实际上呢 大概是交手到这个时候的这样的同样一个时段 韩国这个外卡队形势也不错 就老同志有可能把年轻人砍 韩国外卡队是 曹勋玄 李昌浩 刘昌赫 同志外卡队 就是老同志这一边 那么年轻人呢 就是崔泽瀚 江东润和朴婷环 对 但是确实当中就有一个 就是现代围棋 我们不得不面对 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时曹勋玄和这个江东润啊 他形势非常好 曹勋玄的形势 曹勋玄形势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地方呢 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 就有一个涉及到死活的一个妙手 曹勋玄必须要提防这个妙手 恰恰的在旁边看 因为在广州啊 梁伟堂九段看到了 就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挤 梁九段说有一个挤 结果后来呢 曹勋玄脱先了 他没看见这一招 他就被人挤了 被人家挤了 一挤了马上头子就认输了 就不起 本来形势很好 他一补就是他好 关键在于他没看见 就没看见了 就是说你看 曹勋玄他的内力 挺恋火的 当年是天下第一啊 是的 他是什么冠军都拿过啊 然后现在到也快奔六 快六十了吧 可能 差不多已经六十了 结果呢 一个简单的手镜 就是没看见 他就是人到岁数 就是有盲点 没办法 他总是会有疏忽 因为他的训练量 不如年轻骑手那么大 然后他的骑没那么熟 对 而且到了后半盘之后 他的集中力啊 可能会跟不上 是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们年轻人 永远是这样下 下到后来 形势非常混乱 然后呢 看谁犯错误 犯到最后 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什么问题 邱战云 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啊 就是电脑为奇啊 电脑奇嘛 对 我们知道国际象棋 和中国象棋 都下不过电脑了 对 是吧 是的 为什么下不过呢 因为电脑的计算力非常强 嗯 假如我们的这些顶尖高手 他们是以计算力强 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钱的话 那么他先天性的就是将来很快 就会下不过电脑 嗯 我们围起要人脑和电脑 将来要斗下去的话 只有靠抽象思维 那只有靠 呃 感觉 没错 只有靠这些才能和电脑竞争 如果靠计算的话 现在我们中国的超级电脑 是最厉害的 全世界第一 我都 我现在一时都想不起来 是万万亿次多少多少 现在中国是第一 速度太快了 如果你围起将来变成 就是一个计算的东西的话 那输给电脑的一天非常快 嗯 非常快 所以王老师还是要提倡这个抽象思维 对 不就一定要把这些 就是该追求的道理啊 逻辑啊 还是要追求一下 要不然你摆着了 等着 我们就像案板上摆着了一道菜 等着电脑 咕吱咕吱过来 就咔嚓一道 就咔嚓一道 接着看啊 黑旗贴一下 白旗那挡不住 挡了被打两下不行了 对 所以呢 回头再打这个 因为这边已经先连住了 对 那这旗一看 这个白旗简直就没法弄了 嗯 就有点没法弄了 确实 嗯 对 那么周日阳呢 很顽强 就是对 下一招旗下得非常好 斑 这个斑 试探应手 先试你一下 对 因为普普通通的这种连 好像这个旗已经 已经不灵了 嗯 已经不灵了 他所以一定要寻求一个调子 按这个 那么这一招旗也是留下后来的一个活着 对 后来长号书啊 也跟这招旗有关系 挺考验黑旗的 不是说他有多好 关键是他带来的一些线索好 对 所以周日阳还是 确实这些地方非常强 嗯 确实 对 下一招呢 当然就是有长号九段 这招旗下最简单的 嗯 其实这招旗好像是应该下这个 小尖是吗 我觉得好像是应该下这个 嗯 小尖的话 是不是将来 不白旗现在还得跳吧 该走的总得走 就是 我不走 还能怎么办 就是 我不知道 反正他走了这个 那么周日阳跳这个 长号刺 白旗接 是吧 嗯 然后黑旗搬了吧 对 黑旗马上 先小尖了一下 先小尖补好 不好 那么周日阳 我这个搬太舒服了 对 这一搬 搬得他动不了 你不能断 当时他的判断认为 我搬到这个这期 你就已经输了 哦 然后一场 这一期死了 所以白旗只能挡这一边 只能搬 人家一接 嗯 虎一个 哇 这期还只能虎 这个周日阳当然在坚持 对 因为是团体 同时他们对 长号大哥或者长号老师 还是很尊敬的 这期 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变化 对 点了之后 究竟是死是活 我简直都想请我们的棋友来 因为你不能挡 挡了被一虎就已经尽死了 你团的人一力度过了 对 而且一般一击打也是一样 啊 都死 是的 那么你只能飞 飞他再先一爬 哎呀 他要往上挡 我看是没有近活 至少 啊 没有近活 看起来 是的 好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变化太多 周日阳已经很痛苦了 这期 对 在这 对 下边一朝旗呢 以下长号九段下的就稍微有点不简明 对 小秋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这一代互相牵制 还有一个 他作为一个美学家 长号九段是非常讲究这些东西的 也可以成为围棋盘上的美学家 他就发现这个旗行啊 有一个特点 不走呢 不干净 对 走呢 直接走 走不好 是的 所以他就想借力嘛 是的 他就下这个 我想建议他什么呢 你根本就先走这个 先把这个走了 对 我先把铁眼瞪出来 接上 对啊 这是铁眼 他得提 对 瞪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一接啊 我就提这 你提这或者提这都可以 是的 你下一步一冲的时候 我再团 然后我这就下来了 对 你这边走别的 我就不理你了 后手 你不就活了吗 是吧 一活了 全盘一看 白棋的空跟刚才区别不大 这还该着一个这个 这边大厂 随先走出路很大 是的 这黑棋是大优之局 觉得黑棋的空 应该会领先很多吧 看起来 反正白棋 总共周日洋 九段弄了半天 也就是基本上那一块 这稍微有一点 这还得走 关键你猜出来 你是后手 他不理你了 你将来要吃他 他一团 就随便都有眼 是吧 他哪怕对他去补在这都行 是的 我就说黑棋要解明 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由于是一个球道派 常常是球道派 他觉得这个样子 走掉不太 不是 他是觉得这个地方 我没法自己走 他觉得自己走不舒服 我走不了 但是确实总的来说 这块棋必须走棋 因此你看这个地方 风云突变 变成这样 坏呢也不一定坏 我们接着看 托一个 周瑞阳紧紧盯着他 这个下的汗 对 然后鼓起来 这个走不好 哎呀 这个挡住 周瑞阳叫吃 再一贴 哇 这两招吓得凶 吓得够紧 对 这就是周瑞阳的特点 对 大家看了可能以为这个击打 但是击打实际上没有用 击打完了 你断打完了 你长人一点 就把你点断了 在这 你发现你怎么都连不起来 那整块全死了 是 所以呢 黑旗只能 做不去 在这 这个做眼还有个难堪 一旦这边出现什么不测的话 你还得回过头去走这个 还是走那个 走这个后手了 人家不理你了 是的 所以他什么都不走 先鼓这个事有意思 就这个味道 给大家点到为止 那么白旗叫吃 白旗挖吃 再来 尝 周瑞阳这个很灵敏 拐打 叫吃 你提 再叫吃 这就不可避免的 要出现结症了 叫吃 端打 这结很恐怖 是 巨大的一个切 黑旗挤打这个 对 白旗现在提掉了 然后呢 黑旗提结 白旗这里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说 损结 不在乎 但是这个结 你必须引 它再提过来 然后黑旗再扑 这个时候呢 白旗拖先了 把这个抓掉了 形成了转换在这 对 哇 精彩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好像 这个转换的结果 看起来黑旗 在如果说单论转换的结果而言的话 我觉得黑旗应该是损了 是吧 也许 亏了 对 但全局形势还是黑旗好 是的 我们接着看 它就那么怪 但周瑞燕很顽强 必须要这样 叫吃 接上 主要它那个地方是可以活的 而且它活了之后呢 黑旗发现 很痛苦的一点是 它没有办法先手收官 对 这个是让人很生气的一件事 对 这个是围棋盘的 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方 这个旗行啊 黑旗应该走 但是直接没有好的走法 对 这个让常昊的心理会动摇 对 就是你对真正的艺术家 你用这些东西 后来周瑞燕是搞得常昊非常难受啊 你用这些东西跟他交流 他你最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杀伤力啊 还有就这个地方 小球说的就是这个 他下不到这儿 搞得常昊非常难受 很恼火这是 如果能下到这儿 这块白旗还没活呢 如果说他能下这个 白旗只能逼回去 那么这个转换的结果就差得飞起来了 对对对对 他这骑下不到 将来要收官 愤不得只能走这个 对就没法走 只能走这个 但这个当然也很大 因为你走这儿被人家跳进去了 对 他这么好跳进去 你踹到形上 他走到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 也会影响对局当中 常昊九段的心情 是的是的 他可能每个地方呢 他都觉得他下不成 他想要下的那个模样 他就有点恼火 但实际上这块旗还半死不拉活呢 确实 对所以这块旗 这个周瑞扬是要总结 那么下边 可能常昊九段 他的判断啊 这旗他还是赢了 他觉得他好一些 确实这个 其实这张旗已经缓了 已经缓了 小球他要下什么呢 这个不是明摆着 没有别的选择 他肯定得赢 这是白旗 这叫斑断啊 对啊 你必须坚强 这样我就可以多拆一路 多拆一路的好处在哪来 你有一天一打入的话 就肯定是你在这儿掏了 脚上就没了 这算你活了嘛 你要脚上掏点东西 这边你就进不来 是不是啊 而且多一路 我下一步多一路 就直接到这了嘛 总是推进一路利益大了 是吧 还有一个 我这个交换完了 走这个 你将来这个点 点不到 你点它可以挡住你 对反正我这块空就算是被你破了 对你一冲我就挖断 你要破了我反正这个就吃得很好 这还有味道 这块其实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啊 长好久难 他下了最后的一招啊 没想到这里头反而还有点东西 对这个空并不是说 你守成这样就算是数成木了 不是那么回事 好 那么周瑞阳一看 还是不行 那块鞋必须有虎啊 这个飞嘛 才拾目不到 哪有这些大的 但终于他自己耗不住了 还是去补了一个 他生怕被黑棋真的吓出袭来了 麻烦了 等于这种地方就是 当然战局是很复杂的 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周瑞阳九段 他前途无量 将来可以夺更多的世界冠军 但是先决条件一定是 他自己要善于总结 还是要总结 是吧 嗯 把黑棋继续在这儿 继续插 这也行 哇周瑞阳这个非常敏锐 对 如果这时候再守的话 那空是铁定不够了 嗯 对 这黑棋再加一个 那那边就完全 那全是空了 对 这个就很遗憾 这个没飞着嘛 就差一点 没飞着差一点 其实挡是不是也可以的 也还行 也还行 也还是可以 是的 差一点 就是他大概走到这些地方来的时候 你这个没交换 早上差一点 嗯 好 长浩九段选择了最厚的下方 所以这盘棋最终长浩输掉 他肯定心里很不服 心里非常不服 嗯 啊 是吧 搬一个 搬住 白棋搬 来 他飞了一下 对终于飞 飞得不是时候 对 飞得不是时候 老老人看着 对啊 这没早飞一下 真是 啊 这个真是 嗯 差很远 确实 他飞了 然后把这个断了 还是黑气好 这个段下来还是黑气好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它断了之后 白棋挺难办的 这块棋怎么活呢 对这块棋 还是个没有交代的问题 但是略实的一方 就是需要 放一块棋 在这半死不拉活 里面吃 那里面是 他还脱线 他还不走 这个在金 就是说 在思想上 对你还是一个冲击 没错 心理上是一个冲击 是的 然后他先抢控 他先抢控 金具舞 他上那个 那个花脸 在那 你在那吼 但是就拿他没办法 你有本事来吃 没错 而且先拍吃了一下 还挺狡猾的 他这个段 这个也是考验的 所以这个棋 最终 长浩输给周瑞扬 是心里非常不舒服 那肯定很恼火 就按理说你这些棋 周瑞扬必须要拼胜负 是吧 你说他走这个 你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你是怎么回事 你提了 提了就是先手 对啊 这个都也不一定知道 算了 还是接上后 其实呢 早知道黑棋这个力 也是可以考虑的 最简单的力 你走这个 他就接 就最后 最后 那么你下一步 只有走这个 是吧 那么他又保留这个拐 和这个虎的先手 然后再来这样收 简单摆一摆吧 这样收 你这个必须 补这个形 是吧 这个简单收一收 你这个必须要补 不走的话 这收不了 这有问题 你只有走这个 走这个他可以拖你一下 你不走下不接着挤 一样的 这个后来也是应该走到 没走到 那你走什么我不知道 白棋 那你得挡吗 很难受 有个打 确实 我不知道他走什么 你走一个 就算你走一个 然后他再走这个 就这样看 我看都是黑棋好 就走这个 他就四处搜刮一下 对搜刮你也没活 这期还是没活 我就很纠结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白棋这期 他要怎么活 对 然后待会儿脚上 你不要有条件 拐着这个 让你捕到这儿 然后再鼓在这儿 先逼他这个两只翼很重 是不是 活得很痛苦 对 照我看这样还是 当然他这个要先收到 还是黑棋好 那么他这个棋确实是优势比较大 那么实战 周日阳当然就要拼 他不管 一段他就先拍打 你理不理吧 有本事来吃 尝好一看 尝探一身 接上吧 先稳住 不要把它搞得 孤注一致的模样 他一挑 因为他这个下法很多 小秋还有一种 就是他可以先点 对 他点着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接上 那我一挑 你就尽死 对 这个点呢 是当时在广州 广东的老一辈国手 陈志刚 陈老师 他说 他这个有一个点 是吧 你一接 然后再一跳 这不就死了吗 对 是的 是吧 这基本功 因此你点的时候 他必须要飞这个 对 他肯定往外走 他肯定往外走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大概硬硬 因为怕他拖 你一退再一段 也是一招 是的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长号九段 还是就是说千头万绪 怎么下都是自己好 黑棋场 后来自己把正脚搞乱了 白棋跳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点 就拖啊 拖啊 还是拖啊 很简单 他不理我 就挤啊 就觉得好好收一收就行了 把它收得惨一点 对 就还是行 不知道是独秒了 可能还是他也得消去 还有心绪有起伏 这个白棋呢 当然也不是说 白棋就输了 这个周瑞阳也不公平 是的 就是说黑棋 他是可以很好地掌控这个局面的 你比方多一个 刚才我们说 这个白棋已经很难受 不知道他下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嘛 你吃一接 你只有卖这个 吃这个下去 在一家 有这个先手 然后这一拐 就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的 你看他一拖 白棋接上 如果不理他就挤 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变化 因为下一步一打就接不归了 对 所以你必须要出头 出头是苦肉计 那么你叫吃它提掉 好 你接对它有些冲击力 因此要求这个棋行呢 黑棋大概这一代要有一个子 但是现在黑棋就算现在走 他不是对你这块也是威胁吗 是的 是不是 所以 那接下来就不行了 接下来他这个吃先手 这味道太坏了 他这个吃完了 加下去就恨不得 一口已经把你闷死了 好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棋行当中 黑棋一拖啊 白棋会非常难受 是的 你挡呢 他不走了 将来他有机会一冲一打 基本上先手 是的 是吧 你一退呢 已经亏了 待会他退回去 哎呦 还有大伸腿 是吧 觉得这个时候黑棋挺好下的 顺便一拖 然后拖完了之后 小杰他走什么呢 他就走这个就行 对对对 就走这个 我非常支持你 是吧 对 我觉得走这儿收一收就行了 我还不知道走这儿 他怎么活 对啊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活的 我也不知道 不明白 而且活了之后 这一收官 好像黑棋全局也是不赖的 还有这个地方要收一下 就这个地方要收一下 这儿 点进去 对 后来由于路太多 长号他是自乱其正 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收 对 他自己 路太多了 路太多 这个也是一招 这招其实也还是 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大概也蛮不错的吧 也是一招 对 但后来我们看周瑞阳 哎呀 真是很了不起 这周瑞阳 靠这个 这个就太过了 然后人家搬 这个时候呢 长号突然就发力了 在这儿 对 他好像看着想要把这两个子抓通 但是抓通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对 提掉 抓通就这儿有个结 很清楚嘛 然后白棋呢 他就搁那儿了 虽然说没有活干净 但是你也吃不掉我 所以他就搁那儿 他先煎这个 哎 这一招打 是的 黑棋靠 这个靠也是 也是不见得好 对 其实这个鞋呢 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 就不知道 其实他好像觉得 我这两个子抓通了 我怎么也要把这个抓通的 这个余威发挥一下 发挥出来 这个还是应该拖 这个现在认为要拖 是的 白棋先接掉 然后拉回来 都过 这个一拂 这盘棋一团乱麻 这个对于年龄大的一方来说 是有点头疼 他有点头疼 确实 这个时候白棋 提了一下 然后黑棋呢 开始找结 找这个先 找这个 团柱 提结 白棋这里呢 顺便有很多个结材 这个周瑞阳 这个地方上的好 挺狡猾的 他刚才利用这个结 提结 然后黑棋 击打 他击了一个 黑棋断 然后白棋接打 接打 提结 他这又是现成的结 这个吃好 刚刚好 这几张 我觉得体现了周瑞阳 真的是在跟常浩 这个前辈交流的时候 知道常浩什么地方疼 对 这些地方让常浩最疼 我们看到他下到后半盘的时候 他其实越下 越来越下得精彩 越来越紧张 所以这个年轻人 就是说非常强的一点 就到后来读苗 千头万绪的时候 我们不要吹捧他们 糟糟都是好奇 他犯错误的几率就非常低 而这稍微上的年龄一点 像刚才给大家举的 曹云玄那个例子 一个简单的妙手都没看见 对 那么就确实 你就难免有视觉的盲点 肯定是 这就是现在这个胜负 围棋胜负 他的严酷 他的冷酷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值得 我们年轻的国手们 他们也要怎么说呢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能够做到 力量又强 道理又好的话 那就是围棋的顶峰了 没错 那大师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 那太厉害了 那种人确实 那黑棋呢很郁闷 他只能接在这 他如果不接呢 他提掉呢 人家不是打在这 人家打在这 把你断开了 再一击打就断了 所以他只能接这 这几个地方 藏花酒店 真是难受 很郁闷 然后长浩团这个 团这个 他团这个 他提 他提 白棋又接一下 接 哎呦 他还不打 天机 这假如气人 然后又提结 黑棋冲了 这个冲坏起 这个冲不好 本来有个单拖 对还是单拖嘛 你哪怕现在单拖都可以 就是收官啊 其实这个提并没有想象中 这个不大 对 他给你收得玩的 是吧在这 还是要拖这个 就是没有拖到这个 是本局长浩的败照 他没拖到一下就差多了 我认为一拖到了就完全掉了 这棋完全不同了 你看啊 嗯 他冲掉了在这 然后提回来 这个时候呢 白棋忍回去了 好了 白棋又拐了一下 又拐了 这个就是心里不服 一定要把这些打得来 让人家补上 然后长浩一看 这块西地不没活吗 我得打上去啊 很精彩 他拍吃 然后他顺手先提了 但是这个我确实 佩服周瑞阳 一瞬间的功夫 把这些死活的变化 全部看清楚了 他们那个时候 肯定已经读秒了 对 就毋庸置疑 但是他 相对说来 长浩九段就是没有看透 对 是的 你看周瑞阳就是看透了 怎么着 这个就是区别吧 就像曹勋全的妙手 你就是看不出来 对 你睁着眼睛看也看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没办法 然后呢 黑旗回头接上 他觉得你这块旗怎么回事 你得给我交代清楚吧 黑旗长 黑旗打吃 黑旗长 他先扎了一下 二路一 二路就现在长的时候 黑旗现在立刻 黑旗扎丁 对 他肯定觉得这样 对 他清楚了 对 长浩九段一看 你这个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 他提是吧 以为只有打旗 还度过 那么黑旗一段的 这个你不是死了吗 虎一个 黑旗叫吃 打吃 对 白旗还要先挤这个 是吧 对 小秋啊 这个地方确实就是看错了 是 我觉得黑旗肯定是没有看到 这期啊 黑旗一提 比后来好六目以上 好那么多 对啊 好就好那么多 他单提 赢了 一提就赢 还是赢 那他还 对啊 他就是看错了 他这个时候肯定已经 应该看到了 咱们照我看 他还是赢 你看啊 他一接嘛 人家一接 然后他提会去 你再一提嘛 最后你少了多少呢 一二三 你少了三目起 对 是不是啊 四目再加一个提 再加一个提 四目 四目 那这边被人家全部连通 对 这边插飞了 这六目好像不止 所以长浩要是真的把这一提 他还是赢了 对 人家周瑞阳就是算得清楚 对 人家看得很清楚 这早就已经给你预备好手段了 对 所以周瑞阳过去 他小时候 前两年嘛 不是说他 下棋都是下这种 十秒一步的棋 下得非常多 他之前就是下业余比赛 下得特别多 都是包干制的 每方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比较多 对 所以确实 所以他很快 确实 确实 然后白起一耙 得 回家了 如果刚才有这两个交换 就不一样了 那就顶过 顶住他了 是不是 这不是吃光了吗 没错 你看就这个拖 而且这个拖是不花钱的 白便宜 是的 然后这个被人家 可以去托了 这个实在差太远 这个我们来数一下 木啊 这个地方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地方白起得了九木起 这有点大 可能你一走 他九木没有 对 是的 然后这两个不耽误 十十一十二 这全是木 全部都是 然后你呢 一二三四你就五木 如果刚才把这个一提的话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木 你已经增加三木了 对 然后他呢 他就吃掉这四木 哪有这九木的事 是 这东西可能差了十木起 这差距实在是有点大 然后接下来呢 黑奇还是收了一下 但是他还 他又看错了 我觉得他多白是看错 他挡这个 又看错 然后呢 白起跳 这个地方是黑奇没法收 所以他先挡 然后他看错了什么呢 我们最后给大家摆了 就是点这个挡住 我觉得黑奇肯定以为他搬啊 白起只能挡住 然后他再一挤打这个 还挺妙的 这里面的话局部是做不活的 没有近活 他团这个的话 他可以搬这个 可以挤一个 反正这里面没有近活 但是呢 黑奇搬的时候呢 发现白起一粒 这其实是个近活 气死 那么下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以下呢 黑奇还是继续收下去了 但是这好像已经收不赢了 对 收不赢差一点 终于 终于有一千条路通往罗马 结果长号没有掌握住 当然周瑞阳这个可能是胜利宣言吧 觉得还是赢了 还是飞这个吧 是不是应该飞这个 还是应该飞这个 没错 飞一个好一些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 直白的周瑞阳啊 以一右四分之一子的优势 战胜了长号 这盘棋真输得非常可惜 我觉得也是好棋 也是好棋 对 很久没看长号的棋了 那么对周瑞阳肯定也有好处 最终我们都是自己人吧 年轻人赢了也挺好 但是长号呢 确实饱到未老这一点呢 也是让人感到很欣慰 好 那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